奇怪怎么会是英文的版本呢 因为我们预设这个环境 预设的值 这个环境预设就是英文的 除非怎么样你到Menu 比如说Home键按下去 Home键按下去之后的话 到Menu这边不是有个Setting 你可以到这个Menu里面不是有个Setting 预设你看他这只手机 等于就是一只手机 这只手机来的时候他预设 他就是英文版的 英文机 所以你必须 再到这个里面的什么Language And Keyboard 去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它预设就是United States 就美国的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其他版本 比如说我们要改成 繁体版好了 或者是简体版 这边都有 繁体的话是在最下面 所以你要怎么样 把它往上推 往上推 那推的话 其实就用滑鼠来推 然后还有什么 韩文版 还有日语版 那我刚刚有做铝的 我也可以 我们看繁体 按下去 繁体按下去之后 它这时候就是 就是你现在繁体的环境 那你在按Home键 按住不要放 长按三秒钟 就会出现刚刚你曾经执行过的App 然后就直接执行这个 KM 这时候 这时候也没有变成中文了 对不对 那你再去改日文的 它就变日文的 改简体的 就简体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任何国家看到的画面 都OK的 那你的App 只有工具 所以你这样的话 我想 下载次数就很容易就增加了 为什么因为这是乱枪打鸟 随便下载的一堆 所以 因为现在的App 就是手机的 智慧手机的数量已经是 几十亿支了 可是App的数量 Android App的数量 好像才刚破百万而已 所以这样子比例上 不均来看的话 你说真的啦 随便一个App 真的一堆了 就真的是 我随便看都会有几百万 几十万的下载次数 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可以这样做 至少你 你也可以在你的履历上 你看我有几个App 在上面 下载次数多少 类似的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转换 转换的程式码 第一个 我要能够怎么样呢 游标放上去 它下面呢要跳出什么 跳出键盘出来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时速100 100英里的话 是多少公里 按下转换 就是时速等于什么 161 161 公里 应该是100 161 是不是程式有问题 应该是160 那程式的部分 特别注意就是 我们等一下的逻辑是 思考逻辑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Hello World的一样的逻辑 第一个就是 你要有三个阶段 一就是宣告 宣告什么 宣告你画面上 会用到的 这个会用到 这个是input input的端 这是output 这个是一个button 按下去 所以input的 按下去之后 他把output 出来 所以会有三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 去宣告 第一个就是这个 TestView 所以TestView 我宣告成什么 比如说我宣告一个 TestView名称叫 TVKM好了 TVKM 就是让人家 输入 TestView 跟人家 TVKM是下面这个 这是TestView 上面这个是 AdTest 我们叫 ETMile OK 那这个地方 输入 输出 它一个什么呢 一个button 所以输入 我们就宣告什么 宣告三个 这个跟 Hello World的原理 差不多 Hello World只有两个 这边多一个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再来连结 因为画面上面的东西呢 它要能够跟这个 物件 做 做一个 你要去控制它的话 你必须要做连结 那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可以用什么 FindView by ID 去做连结 所以有三个东西 FindView by ID 去连结 R点ID 点 点下去之后 你再去用选的 如果没有出来 表示你没有 存档到 那当然这个 FindView by ID 前面要不要打List 就看各位 如果你打个List 点F 就出来了 可以比较省 省的打那么长一长 串的字 OK 那连结之后 连结三个 宣告三个 连结三个 那最后的话 事件在哪里呢 事件在我触发什么呢 转换的时候 所以呢 当我点它的时候 我就要去 转换把这个结果输出 所以第一个 我要在这个按钮上面 Set一个什么呢 Set一个Listener Java里面的观念 就是 我们要在上面 建立一个 所谓的一个 请听者 随时侦测 到底使用者有没有按下去的动作 按下去之后的话 做什么呢 做 把上面的东西 在层上 层上一个数字之后 把它输出来 OK 所以事件的部分的话 我们写在下面 那事件的建法 其实就跟前面讲的 就是说 你最后写出来 类似像这样 这个中间的东西是没有 也是一样 跟Hello World的规则 类似 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呢 会需要有 先 点一下 SetOnClick 就是你打一个SetAll 对不对 SetAll之后的话 后面会出现 OnClick的Listener 在哪边建一个呢 在这个里面建一个 New一个什么呢 在Button上面建一个Listener 那这个Listener叫什么 OnClickListener 后面我要能够传参数 所以一个小刮壶 执行什么事情 大刮壶 后刮壶是原来的后刮壶 再加一个分号 游标放上去 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我想这个 这个动作后面都一样 无论你现在是在Button上面 或者是在什么TrackButton 或者其他的元件上面 方法几乎都一样 所以你这个部分一定要 记熟 这个可能 当然也有别的方法 不过别的方法 感觉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我觉得比较简单 OK 然后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接下来的话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写什么呢 写我们 要转换的 比如说要Input 什么呢 Input一个 我们的 英里 这边我已经先写好 我先给各位看 那我要 选择什么呢 从哪边呢 从这个 AdTest里面 Get Get里面的什么 自串 所以呢我们用GetTest 后面记得要ToString 因为Get回来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ToString 它就不是自串 所以还要在ToString 把它转换为自串 可是转换为自串之后的话呢 它是一个自串 它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Double 不是一个 浮点的 有小数点的一个变数 所以我们用什么呢 用PathDouble 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为一个 有小数点的一个Double的值 然后存在哪里呢 存在这个 Miles的变数 存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用那个 再建立一个KM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呢 就是把Miles 这个值 把它再乘上1.61 那这个是一个公式的 好像也有是乘上1.6的 也有乘上1.61等等 乘上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传给KM 去做储存 当然这个地方 这个强制转型 其实好像可加可不加 因为它上面已经是一个Double 如果你在强制转型 没有意义 多转一次 不过确保 确保那个 你可以这边再加一个Double 加不加其实好像都可以 最后的话呢 把结果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 我们的那个 底下那个TestView 所以TestView里面的话 就是SetTest 然后加上什么 时速 KM 公里 所以最后出来的话 当我按一下什么呢 按一下这个公里之后 按一下转换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再输入 200 按一个转换 转换之后的话 结果就输出到这里 OK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完成的那个程式画面 也会在那个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